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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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啊 那個火 烤焦了 烤 烤黏妝 了 大家看到今天的背景不同了 為甚麼呢 就因為我今天來挑戰一下煮食 但是因為我家廚房的環境 太美觀了 所以特意選了一間 很有家想的Airbnb 這條片就是受到Creator Spotlight的邀請 就會跟一個台灣Youtuber一起拍 但大家知道這個疫症的關係 我又去不了台灣 他又過不了香港 所以我們就會用Google Handout來視像對話 就由台灣Youtuber 遙距教我煮一道台灣的美食 好 那個Youtuber是誰呢? 他就是泰勒 大家好 我是泰勒 我讀的廣東話很標準 我只會自己煮 泰勒其實是我兩年前已經開始看的一個Youtuber 我很喜歡看他的分辣系列 超級感人 也都很喜歡看他和Apple的愛情陳流失 你看了我的第一個影片是愛情診療師 對對對 你也有愛情的煩惱嗎? 呃 當時是有的 但現在很幸福 對 應該是看那個 愛情長跑 啊 因為當時你們是遠距離嗎? 是 愛情長跑啊 長跑跟你距離是兩回事 忘記了 OK好 所以今天呢我是很高興可以跟你合作的 我是超興奮 我也是 因為我覺得你好可愛 你人很好欸 我們很磕透 我們很磕透嗎? 不會 我跟你講 我知道跟你合作之後 我有看你的影片 然後跟你聊天之後 我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Killing是一個很可愛 而且很有禮貌的人 然後我很喜歡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年輕 可是卻很成熟的一個人 真的真的真的 喔 好開心 很開心 感謝Youtuber介紹我們認識 那今天你要教我做什麼菜呢? 我今天要教你做台灣的一個 呃 傳統的小吃 叫做蚵仔煎 那個我喜歡 因為我喜歡吃海鮮 所以香港也有很多蚵仔嗎? 蚵仔就是那個什麼 蚵仔嗎? 對對 蚵仔 所以你有買到啊? 我有買到在菜市場買的 喔 哦 那蚵仔煎呢 就是一道台灣很出名的菜式 當然人們會很喜歡啦 而旅客也很喜歡去到台灣吃這道菜 那就交給你了 今天 好 其實這菜我自己也沒有做過 我只是看過人家做過而已 沒關係 我們都一起來試一下 OK 好 那開始 好 那我們立刻開始 那我之前已經準備了一些材料 主要的材料就是 蠔 白菜仔 雞蛋 太白粉 番薯粉 還有一些調味料和醬料的 蠔方面呢 Supposed 要買一些蠔仔的 但是呢 因為我沒有空買了 這幾天 那我就提早了整個星期 就買這些可以擺久一點的桶蠔 你看到它很大隻 不過我想大又大整 小又小整 應該都OK的 那我們就開始啦 開始了 現在要做什麼 做啊 煎 我知道 那第一步我們做什麼呢 你說第一步嗎 第一步 要幹嘛 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要先做那個粉漿 喔 粉漿還沒做 好 那先做粉漿 粉漿其實就是 你買地瓜粉嗎 有 還是太白粉 地瓜粉 香港叫 番薯粉 對 番薯粉 番薯粉 跟水 1比3 就是一碗地瓜粉 三碗水 OK 我做 水星班 好 那對 對 如果你的粉只有這樣 三分之一 那你的水就一杯 剛好 可以可以 OK 那好啦 我用這個做粉漿 喔 我第一步已經 都塞了些東西 我用回差不多的水的粉漿 然後我加回去 這樣就對了 然後呢 完全混合 就可以先放旁邊了 好 這個不用調味嗎 有的人會加鹽啦 啊也有人不加 看妳 妳要吃鹹一點妳就加一點鹽 那我加一點好了 好 加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太多 反正還有醬 怎麼了嗎 太多鹽了 沒關係 反正是妳要吃 不是我要吃 還是Gordon要吃 沒有 我就空運過來給妳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妳拿回去給Gordon吃 OK 我不要 好 我教一個小小的tips 一個小撇步 小撇步 小撇步 對 可以加一點點麵粉 麵粉 我沒有麵粉 沒關係 就是如果在看影片的人 想要吃脆脆的 其實可以加一點點麵粉 你假的怎麼辦 哈囉 有嗎 可以了現在可以了 那妳現在呢 把那個蚵仔 蚵仔的廣東話叫什麼 蚵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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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蚵 蚵仔 這意思 蚵仔 好 OK 那妳現在把妳的蚵仔 就是煎一下 稍微煎一下就好了 不要太久 我教一下不會煮飯的人呢 最好的辦法就是 什麼東西都煮一下就拿起來 煮一下就拿起來 才不會緊張 先煎蚵仔 對嗎 讓它煎一下比較香 旁邊放一個碗 就等一下要拿起來的 好的 好可怕 你平常會做菜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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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會炒個菜啊 公仔麵啊 什麼的 OK 那個 都吃了 都吃了 焦了怎麼辦 妳有加油嗎 阿不然妳就先把它撈起來 有炒過就好 有香就好 我真的加油是沒用的對吧 把它拿起來好了 妳需要加油 妳是準備小白菜嗎 對 好OKOK 妳都會煮公仔麵 這個應該是可以 我第一次視訊教人家煮飯了 很像我是媽媽 然後妳是那個 在海外的女兒 對 那個菜可以了現在 好了 菜軟了 那妳把那個粉漿這樣倒下去 好 欸我覺得好像很像樣的 很像樣 妳稍微等那個粉漿有一點點定情 所以妳就把蚵仔下去了 OK 不要怕啊 不要怕啊 不要怕 你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你很棒 你好靈啊 好之前妳好靚仔 你好靚仔 好啊妳可以把蚵仔也下下去 妳就是平均分配 OK嗎 OK 然後雞蛋 有 直接打一顆雞蛋在上面 如果妳不想要把它 把蛋黃戳破 那妳就直接打在中間 不要戳破 啊如果你喜歡吃很熟的 那妳就把它戳破 那我就戳破吧 我喜歡破壞東西 那太棒了 什麼對話 破壞一些無傷大牙的東西 OK 那妳就等到那個粉漿都煎到 妳覺得已經可以翻麵的時候 妳再翻 如果把蚵仔換成其他也可以的嗎 可以換配料 因為像我 我其實不吃蚵仔 所以我會吃蝦仁 然後也有人用花枝 各種 一般都海鮮 然後就是完全不吃這些東西的人 也可以吃蛋煎 就是不加配料 只有蛋的 就沒有配料 對 就是蠻無聊的 你是說無聊嗎 對啊 因為什麼都沒有 等一下等它定型 就可以直接拿起來放到盤子裡了 然後就可以把醬加進去了 那其實我基本上做完了 對 我的任務完成了 你的任務完成了 耶 我現在這樣好像在抱著你耶 你在抱著我 就是 抱起了你 我是不是比你還輕啊 沒錯沒錯 希望等到時候可以來台灣玩的時候 趕快來台灣玩 好啊 去台南找你吃飯你會出來嗎 當然會啊 我去香港找你 你也要帶我去吃飯 那謝謝台南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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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煮好這個蛤仔爹了 我覺得賣相是裝飾了之後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試一下味道吧 它不難吃的 真心 但是呢 我覺得太多番薯粉 在吃一大塊番薯這樣 試完那張 我覺得OK啊 十分我給自己 六分 焗花 好啊 知道為什麼這裡就差嗎 我不想知道啊 快點試一下吧 那會不會那麼多 不是啊 你要這樣才能試到的 試什麼 幾多的味道 OK的 不難吃了 是不是 因為沒有味道 好 那這次煮柯仔煎的挑戰 就來到這裡了 我會界定為勉強成功 因為它賣相真的不漂亮 我知道 但是不算難吃的 都能入口的 那這樣 那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那今天呢 真的好多謝太辣 肯陪我瘋了 玩了整個下午 就不停看著我煮洞 超搞笑 那希望呢 大家很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 和太辣的頻道 記得 like和share 那太辣的頻道裡面 都會有一條 是我和他一起合作的影片 那大家都記得去看 如果對我的日常有興趣 都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facebook 下次想我拍些什麼影片 就留言告訴我 又或者你們 不要看我煮洞的東西 可以下次挑戰煮其他食物 都可以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然後這邊呢 就是窩仔煎的醬的材料 ok 那我現在就立刻出發 太扯了 現在要做什麼 做啊 姐 哦 我知道 哈哈哈 我們小龍 我們外鏡頭 一次一次 啊 我反正 泰王 木瓜牛奶 阿姨 好嗎 你 好嗎 我們可以 哇 你 那回來 好像 是 尊傷 別 by bwd6